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呢 报纸的头条 我们再跟大家回顾一遍 苹果日报 把我东亚清运主办权 中国无耻 蓝绿无法接受 试题身负 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联合报 大陆主导台中东亚清运停办 以台湾推动公投证明 参加2020东京奥运为由 投票表决停办东亚清运 俯批粗暴 准备了四年一场空欢喜 另外 自由时报 中国蛮横主导把我东亚清运主办权 另外还有中国时报 2020东京奥运正名公投 2019台中东亚清运没了 你看得出来 到底是 到底是东京奥运正名运动的错 还是中共的阿爸的错 但是对于民进党而言 恐怕会偷笑吧 中国共产党永远想不清楚的是 他们总是在重要的选举之前 替我们的现在的绿营的执政党来造势 来加油 来助选 每一次都是如此 2016年 大家记得吗 哪一次的选举当中的前一天晚上 周子瑜面露苍白之色 素颜无奈的 在自己的直播上面说 他讲台湾 他错了 他支持一个中国 之后 蔡英文总统 民进党的这位候选人 就横扫了689万票的选票 在这样的一个冲击之下 北京当局仍然学不会 而现在北京的做法 将会照耀出台湾的政治人物吗 东京奥运的正民运动 其实它是一个民间的运动 这种类似的运动 是在一个民主的国家 民主的台湾 一个按照体制 按照我们的法令所进行的 如果有人有不以为然 或是不同的态度 他可以来进行反制 那就是你对于东京奥运证明 有一个反东京奥运证明的公投 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却透过这么粗鲁的手段 帮台中的林佳龙来加油吗 我想卢秀燕 他的对手 就算是每一次 在很诡异奇怪的民调当中 都可以领先林佳龙 可是他自己心知肚明 也应该非常清楚地冒冷汗 知道他所面对的状况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度 这个国度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摆不平 有疫苗 有疫苗危害全国的孩子 有贪污犯 贪官污吏 他们用孩子的健康 换取自己的金钱 跟自己的物欲 有政坛上面 非常多不同的传言 包括了连习近平都神隐了好几天 就在习近平究竟是神隐被威胁 还是他已经掌握大局 甚至于内部是不是发生斗争之际的状况之下 所谓的疫苗的假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案件 又催起了李克强跟习近平 他们在政治语言上的话述 李克强跟习近平都说 假疫苗事件是挑战触犯了中国的道德底线 什么叫道德底线呢 昨天于杰先生旅美的大陆作家 在放言上面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道德底线其实就是中党爱国 只要你在这个线的另外一边 是中党爱国的 那你就没有问题 如果你不是中党爱国的 就算你再有道德底线 就算你再遵照是与非 就算你再保持真相 就算你再正义 最后仍然是会被打入大牢 或者是将人生掉入深渊的 这样的一个国度 他所做出的非文明的手法 在台湾昨天应该是同处抵盖的 但是我们看到部分的人士 他们的话语却是非常的暧昧 包括柯文哲 他说支持台中抗议 但是他没有批判北京 中共他们手段粗暴 而国民党很多人 在当下时候不知如何发言 胡志强说的最奇怪 他说不能总是怪别人 那不怪别人 怪我们吗 怪我们自己吗 中国当局最大的危险 是他一步一步的把台湾人 逼上了分离的路线 其实台独是野草 是毒素 在我们三四五年级生 小时候等国民党的宣传 是非常非常的洗脑的 就在这种洗脑压制 专权死亡的威胁 包括了美岛事件 包括了二二八 包括了林一雄 他的母亲双胞胎的死亡 包括了我讲死亡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字眼 因为到底他们的生命 是怎么样去结束的当事人 心知肚明 那些谋害者 大家顶天立地 看到云朵 看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不害怕吗 包括陈文诚 在台大的坠楼事件 包括了很多人被打进了他们的文字域 战志犯的大牢 这样一波一波 由国民党所发动的打击台独 打击分离主义 所谓打击民族制绝的手段 那么样的波涛汹涌 都没有办法阻止台湾人民 最后得到了最终的民主国家 华人世界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度灯塔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也维护着这个角色 国民党在台湾要打死台独 要让台湾人在地出头的这种意志都没有办法消沉而远在台湾海峡对面的中国共产党 你做得到吗 中共在逼台湾人一步一步的去向台湾独立靠拢吗 其实在今天的台湾就是台湾独立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 颜面上最无法接受的就是所谓的法理态度 法理态度就是最后由台湾人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 有自己的国家国旗有自己的国歌 最终台湾是不是要选择台湾共和国 这是要由我们的选民 我们的世代在民主的体制下做决定 但是至少在当前 很多人生长在一个跟中华民国的情怀 跟中华民国的历史 跟中华民国的连结 还十分浓郁的政治环境之下 中国共产党所担心的推翻中华民国 成立台湾共和国的氛围 在国际现实以及国内的平衡 跟政治考量之下还不至于发生 这个也保留住了中共北京的颜面 但是中共当局何其愚蠢 从朱镕基恐吓陈水扁在2000年的竞选 从朱镕基之前1996年的导弹危机 从后来的每一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他们对台湾人的威吓到周子瑜 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网络上面必须为自己的 拿着她的台湾跟的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这件事情道歉 到现在连年轻人可以参加的东亚清运 都要把掉我们的主办权 请问台湾人会向你膜拜 会向你降服吗 这岂不就像是一个要到你家里面 把你的家给侵占的一个黑道流氓 你不肯让你的家跟你的孩子 跟你的亲人全部都拱手交给他之后 他就用别的方式踩着财务机 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暴力的方式 要让你屈服 他联合了隔壁的他的楼裸 然后给你下ID每顿书 叫你交出来 你会这样做吗 我们要呼吁台湾的人民 大家要团结起来 我们要团结的是爱护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国家有政府 有土地 有人民 我们这个国家自己有交税 我们这个国家对外 虽然被中国共产党打压 但是我们有实质的 很多的对外交涉的权利 我们这个国家 在台湾海峡跟太平洋巴士海峡之间 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东亚战略地位 中国共产党这种手段 如果蓝营的人士 或者是亲中的人士 仍然以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 是误谬的作为批判的话 恐怕错估了台湾人民的意志 我要呼吁中国共产党去理解 蔡英文是民进党里最温和的人士了 蔡英文之所以能够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就是因为他的维持现状 维持住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政治现实 政治历史跟文化连结上的情感 让很多的中间选民认为 他是可以不带来台海灾难的一位总统候选人 也因此他以一位女性当选了中华民国总统 在他当选之后 他所做的两岸之间的任何的举措跟发言 有违反维持现状吗 真正破坏维持现状的是北京 他抢走了我们三个国家的外交关系 他拔掉了我们的东亚清运的主办权 在一步一步禁逼蔡英文的状况之下 究竟目的何在 他的目的是要挑起蔡英文的极限 看一看蔡英文会不会有类似陈水扁的作为 而达到他进一步强力逼使台湾就范的目的吗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恐怕他们也错过了蔡英文的坚持力 蔡英文的毅力 以及蔡英文在谈判上面 所受到的高度的训练 在今天东亚清运主办权的被拔掉 国民党2018年底的选举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那个讲两岸一家亲的人 叫做柯文哲的如何面对 那些九二共事之前 不敢讲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不敢强调自己中华民国的人 要如何的面对 我是中间选民 一向我对于台湾的主权已经独立 而且是一个有尊严主权的国家 是十分自信的 但是也要强力的警告北京当局 如果你继续这样做 你只会把台湾人民推上更多坚持台湾建国的意志 如果你让更多的中间选民 更多的年轻人 对你逼迫台湾窒息于国际空间 连体育运动都威胁来剥夺我们的话 那我们的年轻世代 再给太多的所谓的青年的红利 都没有办法说服台湾人 去接纳一个专制独裁 没有人权国家所带来的任何的指令 这就是今天的台湾